各位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做一個造型的QR 這邊的話呢,就是說 我們先點一下,點這個連結過來 它這邊有跟你講說 Please Enable這個Adobe Flash 這代表說你的電腦沒有裝Flash這個驅動 那我們就到Adobe這邊呢 找到它這個Flash Player 然後幫它按一下安裝 那安裝完之後 安裝完之後呢 還有可能你開起來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要如何把它開啟它的Flash的設定 注意我們這網址的前面這一個鎖頭 你把鎖頭點一下 這邊一個Flash 或是你網站設定裡面找到Flash 然後按允許 按允許 它就會啟動 那就是重新開下流氧器之後它就會啟動 啟動之後呢,我們把我們的 這一個網址 如果你需要把它做成QR碼的這個網址 就是把網址拷貝 好,拷貝 然後拷貝之後呢,到這邊來 在這裡貼上 好,貼上 好,貼上之後呢 按一下 隨意啟動 這邊按一下 general rate 點一下 點完之後 它就會啟動了一個 出來 這個就是QR碼 那QR碼啟動出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設定一下 背景的顏色 那我目前不想設 好,然後我們看到下面這邊 Add My Logo 這個呢,頂一下 好,因為有些時候呢 我想要把我的 Logo呢 放進來 好,現在我選好我的Logo 先做好 開啟 好,開啟之後呢 放進來頂一下之後 按住Shift鍵 就可以縮小 好,縮小 好,那我放在中間 那這邊下面會有一個 強度 搜尋強度 那目前 像如果 這邊 調越大 強度越多 那我就調小一點點 好 試一下 像這樣 擺在中間 好 擺在中間 那我擺在中間的話 就大概這樣子 小小就好了 好 然後按一下 儲存QR 頂一下 好 然後頂一下 上面的Image 好,點完之後 重新改到圖片那邊 png 然後按存檔 好 這樣就存過去了 好,那 如果 有些人可能要做的是 像這一種 只有黑白 那你想要改色的話 好 像這個黑白的 你用Forschel打開 然後變黑白之後 好,那你要換色的話 就是 可以使用魔術棒 吸黑色 吸完了 記得魔術棒 點下去 要吸顏色的話 記得 那個 連續的 不要勾 你就可以一次選到所有黑色 好 點一下 所有黑色都中 然後呢 再 新增空白圖層 新增空白圖層之後 選自己要的色彩 選好之後 填上前景色 因為我現在前景色有填色 Alt加BaggerSpecs 填上前景色 好的,取消選取 Ctrl加D 取消選取 好 這個取消選取 好,取消選取 把這個存檔 好 把這個檔案存好 好 存好之後呢 我打開 Earth Trader 把它放進來 那我自己畫了這個禮物的這個 上面的彩帶這樣放著 好,然後再把 剛才 Photoshop裡面做那個 QR碼 放進來 然後自己畫個框 做成一個造型的QR碼 這個造型QR碼 在設定的時候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必須是 第一個 你要 這幾個 方塊 像回字這個方塊 好 這是它的坐標定位點 這個一定要有 1,2,3,4 這邊有一個 好,隱藏在裡面 這個一定要有 然後再來 旁邊這個一個白框 一定要代入 好,一定要代入 這個不可以把它弄掉 不然會少不到 好,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對比必須明確 好,因為我這邊在製作的時候 我用了一個 黃色 這個真的是 少不到 好,這幾個 如果要測試的話 試試看 就是對比要明確 像藍色這個OK 黃色這個也是OK的 好,最好當然是黑白啦 但是 我們會覺得 做一點裝飾性的話 我現在用一層禮物盒的話 我選擇像這樣綁個彩帶 然後顏色配置一下 用陽紅色這個方式來製作 好,那就是要有一個空白的框 然後再做個裝飾線 然後再來就是回製的這種 坐標定位方塊 這個要出現 好,那對比明確 那這個QR碼基本上 這個都掃得到了 例外 我們 還有 一個 大�시 看